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金德公司产的这个单头罐装机的一个使用,还有它的这个设备的构造。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上面的这些阀门。 这个阀门是一个浸酒的阀门,这个管子连的,一般就是连接到你这个发酵罐的出酒的这个阀门上面。 这一个阀门是一个浸气的阀门,就是往这个瓶子里边被压,有一个二氧化碳的一个管子。 这个管子连到这个气瓶上边,也可以连到你这个发酵罐的这个出气口上边,可以连到这儿。 我们今天是把它连到这个二氧化碳上边。 这个阀门是一个排气的阀门,就是灌酒的过程中间控制浸酒的大小,还有它压力高低的一个排气的一个阀门。 这是一个显示这个瓶子里边压力的压力表。 这个是我们升降的一个开关,往右旋转是往下降,中间是关位,往左是往上升的。 还有这个,这个是一个就是管这个升降的一个气泵的一个调节的一个压力表。 这个压力表也可以调节啊,就是把这个往上拉一下以后,顺时针拧是调高压力的。 然后,顺时针拧是降低压力的。 我们一般就是把这个压力就设置在两公斤啊,就是两公斤的位置。 因为这个压力要高于你这个罐子的压力,它才能顶住这个瓶子,把它顶紧。 如果说你设定的太低,它就顶不住这个浸酒的压力,它就会出现一个漏气。 一般两公斤的话,肯定是能超过你这个罐子的压力。 一般设置到两公斤就可以啊,设置完以后,把它摁下去就固定住了。 好,这个设备的结构我们就介绍完了以后,现在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操作。 首先我们把那个二氧化碳这个出气的压力,出气的压力设置的跟这个罐子的压力。 我们罐子的压力现在是0.14兆泡,就是1.4公斤啊,我们把这个表,这个总开关是已经打开的啊,把这个表也调到0.14。 好,这个就跟我们这个罐子相等了。 然后我们把这个瓶子停紧,好,停紧以后,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个排气阀首先是关闭的啊,然后这个初九的总罐先打开。 然后我们看着这个压力表往这个瓶子里边备压啊,把这个压力备到0.14的时候就关上。 好,到了关上,关上以后我们打开进酒阀。 它就开始往里边进酒,进酒的速度的快慢,我们就通过这个排气阀来控制。 如果说你看到它里边现在已经明显的看到没有开始的时候流的快了,我们就把这个排气阀慢慢的打开一点。 保证这个压力表的压力就是在0.14以下,但是基本上就是接近于0.14是最好啊,它这个速度还快,还没有磨。 我们这个过程主要就是观察它这个上边的泡沫,还有进酒速度的快慢。 如果说泡沫太多的话,可能是进酒进得太快了,我们就把这个排气阀关小一点。 像这个速度,你看我们这一瓶十,十斤的酒很快,不到一分钟应该就能打满。 好,进满了以后我们先关闭这个进酒的滑门。 然后看着这个压力到0了以后,我们再把这个排气阀慢慢的打开,不要开的太快,因为太快的话它磨一下起来,就从这个排气阀里边走就出来了。 等这个酒稍微稳定一下,然后我们再撑开这个,这个一瓶酒就打好了,好,这个事情我们就介绍到这里,好,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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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